好的各位同學在上一次我教短竿的時候 帶出了一個新的觀念 就是不要去切球要用拍球之後 就有很多的同學私訊我 然後主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欸亞當 那如果是遇到那種地形的話 可以用這種的方式來打球嗎 那當然地形分很多種嘛對不對 主要就是左高右低啊 右高左低啊 或者是球位高站位低 或是站位高球位低 那我們今天先來講一個就是在國嶺邊 尤其在比較老的球場裡面 很常會遇到的就是左邊高右邊低 好 那如果遇到這種地形的話呢 記得一件事情 上次講的用拍的一定更好打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 來我們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在打 這樣子的地形的時候 用正常的灰桿打 是不是桿頭會更容易的去切往下 切往下的這個角度下去的時候 更難去通過草皮 更難去準確的擊到球 OK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感受用拍 其實用拍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很簡單 用拍的是讓你的桿頭 更穩健的順著你的地形去滑過草皮 所以如果你現在感覺是用切的時候 你會有很陡的角度下去 用拍的時候你可以順著地形來滑過草皮 進而去打到準確的打到球 好 所以當你遇到這種地形的時候 你更能夠用拍的感受來去擊球 那當然 在遇到這種地形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做多一點的示範 為什麼 第一個你要先去檢查你的站位是不是對的 像如果遇到左高右低的時候 我一定會讓我的重心這樣稍微偏幼一點 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在遇到地形的時候 會習慣性的把重心放在高的那邊 為什麼 你看假設我現在走路過去 如果我現在跟著地形往右的話 我就偏掉了 所以我會怎樣 我們通常的人的本能會是 把重量放在高的那邊 然後這樣走路 這樣才能夠保持平衡 高爾夫剛剛相反 為什麼 記得我們的重點是讓桿頭可以去通過草皮 所以我們記得一件事情 在下來的時候 在設定下來的時候 要讓你的重心呢 重心跟你的寬的位置 稍微的偏幼一點 讓你感覺到你的寬可以跟地面是平行的 OK好 當你設定這樣完成的時候 接下來就可以用拍的感受來去打球 就像上次講的一樣 你感覺像在打推桿 不要去想切桿 越想切桿越容易往下砸 越想推桿越容易拍出去 我來示範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的重心開始 不要想說一定要設定在左邊 讓它保持平衡 不用你會設定在右邊一點的感覺 讓你的寬跟地面是平行的 接著很簡單 就把你原本打推桿的站姿設定出來 然後做推桿的動作就好 差點這顆又進了 OK 這樣學會了嗎